生活要点自慰 老杨无习来配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杨 取名的是人生头等大事 费心思止外儿女乖巧懂事 所以有些人是这样的 帮我儿子取个明白 乖性啊 原 你儿子是啥学生的啊 3月14号 对点一点 1点钟 再进去的 59分 还能再进去吗 我我我我我我我 插着表的26秒 3月14号1点59分26秒 不得了不得了 这就是DNA啊 你的儿子就叫 你儿子叫我 还有什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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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也不是人人喜欢找大师 有些哥们的取名就很随意 比如这样的 你爸真是有多沉迷 才会把取名取得如此古和惊喜 哈哈哈哈 但这也不算是个啥 名字配对才算啥 哇塞 天意难为的配对名 今生夫妻我还行 人家那都是女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哇哇 生活真是不容易 取个名字来消气 自己长得像白菜 儿子必须高富帅 小孩取了这个名 考试能不能第一名 支付宝也被做大名 马云不知道行不行 我从来没碰过钱 我对钱没有兴趣 即使不许奇葩名 也拦不住眼神不大行 往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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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死的会叫什么呀 夹夹 倒 你不要没存在 哈哈哈哈哈哈 关注老杨 笑点不凡 又到了春节高峰期 大街小巷那是人满为患 几个地铁都得和大象相伴 是不 刚买的小衬衫都被挤成两半 刚带的小雨伞只能在雨中凌乱 还有我带的早餐水煮蛋 这倒省事了 还省得我慢慢渴了 我决定 以后做完水煮蛋 都去地铁挤他 这地铁虽然挤 对于我们这大佬爷们 其实也不算太难理 顶多是这样的 或者是这样的 最多是这样的 但要是妹子的话 那危险系数就高多了 可能是这样的 或者是这样的 就怕遇到这样的 慢点慢点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要占你便宜 结果我刚说完 隔壁二泥就吼了 怕个锤子的 小我呢 果然是好主意啊 就是看起来有点重啊 这 果然是好东西 这怕是没人敢接近我三尺之间 最近上火这牙齿疼 路过小卖部就开冰箱的门 拿出一瓶何其症 蹲蹲蹲就往里灌 喝完了拿起瓶子 才开始认真看 这一看不得了 何其症居然变成了何其表 这名字起得真是神 夸我居然夸得如此直接真诚 那么为了表示对老板的感谢 我决定进店采购丰满老板的金库 这一下不得了 好像进入新大陆了 随手拿起桶装面 啥玩意 说好的老谭酸菜面呢 我以为这已经到了极限 没想到还有更牛的新发现 哎呦我去 这谁撑得住啊 啊 这也还是您先请吧 这破店的货我是不敢再瞅 来到门口就准备赶紧走 算了 灰气 正好前面有个饮料机 来瓶雪碧消消气吧 拿出一瓶一看 啥玩意 再来一瓶 我就不信息了 还有个操作 疫情之下戴口罩 人人扭折都知道 可我这帅气的小脸却没法让人知道 啥子呢 正当我头疼之际 还是网友的整活最奇妙 我那还是高手在民间啊 戴上这样的口罩 我依然还是那条街上最亮的仔 就在我头疼之际 有个黑人大哥给我出了个主意 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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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祝你发展刷得过来 跃 何必这么麻烦 瞧我了 猜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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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猜猫 猜猫 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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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 還猜猜猜猜猜猜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